開始要抓取資料 那怎麼抓取資料呢 其實上禮拜也特別跟各位強調 剛剛這個地方如果你按右鍵 選舉其中一個你要做按右鍵檢查 然後這邊右邊會出現 你可以把它拉過來一點點或拉過去 其實它可以調整 然後找到的位置慢慢習慣 它的table在地形 你可以用尋找 甚至它這邊有class 這等一下再講 然後TR裡面有TD TD有幾個 而且前面這個可以展開或縮放 OK 那再來的話就是我要把資料給抓下來 那總共有幾列呢 OK你會發現這邊 當然你可以用算的 或者是說你如果不用算的話 你當然可以 就是再用其他方法等等的 那如果我要抓取這個資料的話 接下來我們就 因為上個禮拜我們已經寫好這個程式 所以這個 在雲端白板上面也有 我要把這個網頁裡面的這個區塊的資料 抓到我們的Excel裡面 有沒有它其實就是一個表格 抓下來 Excel本身也是表格 就剛剛好 Match OK 那程式部分的話呢 如何撰寫 首先的話當然我們是 拿之前的氣候來做修改 那改的地方的話呢 大概我們有幾個 地方做修改 第一個 我把這一段 上個禮拜講的這一段 OK 把它怎麼樣 把它 乾脆直接拿來用好了 如果你上個禮拜沒有存到檔 你就是 直接把這邊的Sub 到 這個End Sub 這一段 把這一段程式複製一下 我run一下給各位看一下 那我就 另外再開一個新的Excel 那只需要在這個Excel裡面的開發人員 的Visual Basic裡面 那我們的這個是應該是活躍步2吧 活躍步2這個 這個 裡面的 這個是一個專案 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程式就寫在 記得要寫在這一個 這一個檔案裡面 OK 你不要寫在別人 別人家 因為每一個檔都各自 各自有各自的 寫模組的地方 所以你就按右鍵 插入一個模組 然後在這邊撰寫 寫的方法的話 就是 把之前的氣候 其實我們上禮拜有演示 我就不演示了 把氣候拿來改就可以 那改的方法的話 有些部分是一樣的 你就不需要 去重寫 哪些地方一樣 第一個 這個開始我習慣是 把這個網頁全部清空 然後再呼叫那個 IEE瀏覽器 把它 放到 這個VPA裡面 變成一個物件 那物件名稱 就叫IE 那另外再來的話 它這個IE物件裡面 有哪些方法呢 第一個 最重要的方法 叫 navigate 就是 顧名思義 意思是說把那個網址 貼到這邊 讓它 去 幫我移 移到那個網頁 比如說開 IE瀏覽器 然後把這個網 這個網址在哪裡 其實這個網址 就是剛剛 這個網址 所以你把這個網址 Ctrl C 然後呢把它Ctrl V Ctrl V貼到哪裡 Ctrl V貼到這裡 貼上去OK 不過各位有沒有發現 它本來是叫什麼 加權股 有沒有 加權指數的 這個 名稱 是看得懂的 有沒有 可是你會發現 你把它貼到這邊之後 它變一堆的亂碼 跟各位講 因為編碼方式不一樣 這個網頁上面的網址 編碼方式 跟這邊的編碼方式不一樣 所以你一貼過來 它變亂 這是正常的 OK 你不要特別去把它修改 反而有時候修改 反而沒修改沒事 一修改的話就出事 各位也可以試試看 你把它改成加權 指數 看看 可不可以 喔 其實這個也是啦 因為我說真的 有很多東西 沒有答案的 怎麼會知道答案 試著才知道 所以有時候 我們會有一個 Question 有問題 那問題 怎麼有答案 試著就知道了 所以很多時候啦 你說老師 你這程式怎麼寫 當然我已經試過了 而且我試過N年了 我N年前就開始 試這段程式了 試到目前為止 我是覺得已經穩定的狀態 然後我就拿來上課 OK不然的話 有些東西 我根本不知道怎麼寫 那我怎麼上課 OK 像有些老師是直接拿別人程式來上課啦 不過問題是別人的東西還是別人的東西啦 有些東西不是自己寫的就感覺不踏實 所以我的習慣是喔 還是每一行每一行 基本上我都一定要 都完全了解 我再把這個程式喔 這個分享給大家 那以後你們就照著run就好了 應該也沒什麼問題 再來的話就是 連到那個網頁 需要等一下 為什麼需要等待喔 等待的秒數喔 會因為那個網站 連線狀況 而有所不同 那當然你秒數越多越不容易出問題 但是秒數越多你要等越久 所以這個秒數多寡喔 可能自己稍微調整一下吧 OK喔 那 應該懂得意思吧 因為網頁載入一定要時間吧 沒有說你一下就麻煩 除非你家 這是 什麼光纖 現在最多是多少 雙向 雙向200Mbps嗎 是不是 可是200Mbps還要看那個對方的主機 有那麼快嗎 你家快 可是問題 人家不快 那也是慢嘛 就像說你今天要 車子跑很快 但是問題是你上高速公路之後 你的車是那種 老爺車 那跑不動 你 這個無限速 你到無限速公路還是跑不動 所以 這個地方就讓他等一下 我這邊是預估大概 至少5秒鐘 讓他等一下 那底下的部分的話 他就抓哪個table 所以 後面部分 特別是這個語法 同學可能比較不容易理解 這個語法 這個語法其實是很簡單 就是 利用IE這個物件 裡面的 IE物件裡面會連到那個網頁的話 相對的那個網頁 整體結構就是一個document 所以你看到那個 我們檢查之後 你們剛剛看這個document是什麼 這個document 其實 就是這一整個 這整個就是document 那你會發現 上面不是有一個element element指的是說 這個document裡面的所有的元素 所以 element就是裡面所有的東西 那如果我要去抓裡面的東西的話 那我要用什麼方式去抓呢 當然 最簡單的方法就是用那個 TagName Tag就是標籤 那標籤前面一定有小於符號 應該可以懂這個概念嘛 所以 我們 就可以透過這個敘述 叫 by TagName 有沒有 所以其實 雖然這個 這個方法很長一串 但是實際上它就是一句話 Gat Gat Elements by TagName 所以其實它應該是幾個字 Gat Elements by TagName 所以把五個字 全部把它變成 變成一個什麼 一個方法 所以你會發現那個 有些命名的地方 但一般人看到這一串方法 就頭暈了 這什麼我怎麼背得起來 其實如果你假如說用那個直覺的 其實它就是一句話嘛 對不對 只是說它把它串在一起 你會覺得很長 但實際上如果你 把它全部接在一起 就 還好啦 OK 而且這單字應該也不是什麼太 太複雜的單字 Gat 有沒有 Elements 可能要稍微記一下 Elements 也許對有些同學來說 不是那麼常用的單字 但是也不會很常嘛 對不對 Elements 有沒有 不好 不難拼嘛 By TagName OK 那就 Tag Tag就是那個標籤 小於開頭那個就叫Tag 名稱 所以 TagName裡面的話也蠻常遇到 就像Table 有沒有 像TR 像TD 我們這個地方的話是針對什麼 針對Table Table刮五後面是找第幾個 因為我們剛剛算出來是第18個 可是你想說 老師你為什麼這邊給第17個 應該知道意思吧 因為編號從0開始 但是網頁上面是從1開始 所以這邊記得一定要把它減1 圓圓的知道的話 以後套用不就好了 這個 我是覺得啦 真的沒那麼 沒那麼複雜啦 OK 而且這些我覺得已經把它簡單到不行了 因為我剛開始 我看到資料真的是像天書 而且很多人分享真的也是完全不知道在寫什麼 而且寫了一大堆喔 我只是把那一大堆我覺得不需要全部把它去掉 去掉 去掉 剩下的需要的就留下來 不需要的全部都踢光了 OK 再來做什麼 所以你找到那個Table之後 那可是問題你找到那個Table你要把它抓回來的話 你要有個地方給它放 所以前面有個敘述叫SET 後面有一個 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自己取 TBL有沒有 這個名稱 是自己取的 你叫 T也可以啦 你叫A 叫B 都可以SET後面那個名稱喔 我自己取的 因為Table簡稱就TBL 這樣比較好記 那意思是說 把 這個 剛剛那個網頁裡面的 第18個Table幫我抓回來之後呢 幫我放在這裡啦 有沒有 就有點像你先幫它放在那邊啦 OK 這樣不是有點縮小範圍的 就是把那個 網頁的 第18個Table抓回來就好 其他不要 我只要接這個就好了 有沒有就是縮小範圍 好 那第一個縮小範圍 可是問題Table裡面 我們最終是要抓 裡面的儲存格啦 還沒有 所以第二步是抓列 怎麼抓列 所以再來把TBL有沒有 裡面呢再去抓一次 抓TR OK那你想說 老師為什麼這個地方 我不用什麼 我不用IE 因為如果你用IE會怎麼樣 他會 IE.document 有沒有 他會變成說 像前面這個地方有沒有 是用IE.document 有沒有 然後去GET 前面是Table 底下想說老師你為什麼 不跟上面一樣就好 如果你寫這樣的話 他會把這個整個網頁裡面的所有TR都找 那會太多了 因為不 這個裡面TR一堆嘛 所以如果要縮小範圍的話 那我就直接 把這個地方 改成用TBL 裡面的喔 所以我們是針對這個Table裡面 再去找TR 所以不會找到 這個Table以外的啦 OK就只有找這裡面 所以找到的話 理論上就是找到 這一個Table 所以這個Table 裡面的一個 兩個 三個 所以找到它裡面 這一個 這個 這個Table 所以其實你也可以 這可以把 在 這個底下 這個Table OK 這個是上面的Table 應該在這裡 所以這個可以展開 有沒有 可以縮放的 這個箭頭如果 向下表示展開 向右 表示就 縮放 就這一塊就對了 把這裡面的所有TR全部抓下來 所以呢會放在哪裡呢 又一個名稱 因為你抓下來之後 它一定不只一個 裡面的話很多列嘛 那我就把 這裡面的 這麼多列 這裡面的 第一列 從第一列 第二列 第三列 第四列 第五列 一直分別的 全部抓回來 所以喔 放在TR 那你會發現我名稱取一個叫S啦 為什麼 因為它不只一列嘛 有沒有 可能有20列 那全部都放在TRS這個變數裡面 所以呢 後面為什麼 我會跑一個回圈 因為這個TRS裡面不只一列嘛 那我需要把它每一列 每一列裡面的 這個儲存格的資料 通通抓取回來的話 那我就勢必的嘛 假設它裡面有 剛好就20列 為什麼20列 看一下 這個是第1列嘛 這個是第2列 然後這個是第3列 所以20 假設我要抓到是2004的話 那也就是說 2021 減掉2004 等於多少 17 17 18 19 那總共0到19 0到19 0到20 減掉還要再加1 所以總共是 這邊有18列 對不對 總共18列 然後呢 再加這一列 再加這一列 加起來不就剛好 剛好20 所以我就 它的 TR的話 一定是從0開始 0 那所以20的話 0到多少 19嘛 OK 應該可以懂這個邏輯吧 所以喔 那時候我全部抓回來的話 那我就寫什麼 for i 等於0到19 然後呢 分別再幫我把那個 TR S 裡面的每一個 因為一列的話呢 它就是 一個正列的 一個名稱 就一個 一列一列的話 所以喔 那列一樣從0開始 那第1列的話呢 就是TRS0 小瓜糊 那裡面幫我把裡面所有的 TD 通通抓出來 放哪裡呢 一樣就放在 TD S裡面 OK 再來最麻煩的地方 就是我抓回來的東西呢 那我需要什麼 把他分別放在這個儲存格 哇 這個儲存格 這也是我想出來的辦法 如果你要把這個裡面儲存格 裡面的資料抓出來 有個語法 一個屬性啦 叫做 Innertest 裡面的資料喔 如果你們要加這個的話 他會有那個什麼 外面的 標籤 如果你只是 需要 裡面的資料的話 就是這個啦 Innertest 實際上就是 我要的這個資料呢 他基本上的話 就會放在 這個Innertest 就是 TD有沒有 T 就是標籤以外的裡面東西 這個叫Innertest Innertest OK 那我一個一個把他抓下來之後的話 那就是這樣寫 那我要怎麼全部抓下來 我多一個J J等於0 也是0到哪 那個 總共有幾個 這個TDS指的是有幾個儲存格 點lex就是總長度喔 總共有幾個 所以喔 比如說像第一列好了 第一列有幾個 有 年度 OK 然後在 1月 2月 3月 所以總共有4個 那4個的話 編號是從什麼 從0開始 0123嘛 對不對 0到3 總長度多少 有4個嘛 所以我的寫法這樣 OK 4 0 到 lex-1 為什麼-1 應該知道吧 4個嘛 因為編號只有到多少 到3嘛 這一定要-1 這個應該蠻常見的 這個很多地方寫法都一樣 那再來比較麻煩是說 那我要怎麼樣放到 儲存格的哪一欄哪一列 那因為我的i從0開始 可是問題喔 i指的是列 那問題是列喔 一定是1、2、3、4 應該到20 可是我的編號是0開 0的話 有第0列嗎 沒有啊怎麼辦 所以這邊有個加1有沒有 意思說我要放在哪一列 那 J的話是藍 哪一藍 那J也是要等於0 0的話有第0藍嗎 沒有啊 只有A藍 不過A藍你可以用數字 A藍其實用1也可以 2也可以 所以你會發現這邊是 幫我放在第1列跟第1藍 然後把這個裡面的資料 分別放進來 放進來 放進來 全部 下載完之後的話呢 那就自動在auto-free 所以我們來看一下 我執行給各位看一下 所以執行 讓他去抓這個網頁的資料 然後讓他等個5秒鐘 把那個table抓下來 列也抓下來 剩下來的話就是把他的資料抓下來 那我這邊設個中斷點 讓他往下跑 然後把他的什麼 裡面的儲存格資料抓下來 然後 放在這裡喔 所以第1個應該是放什麼 放年度吧 這應該是Inertate應該是年度 年度就過來了 然後再來下一個應該1月 有沒有 再來2月 再來3月 再來 OK好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我們就抓這個 1234 幫我放在剛剛的位置 放在 那個對應的那個Sales 的相對位置 不過這地方可能 其實說真的 會寫的很簡單 但是不會寫的同學你回去向上看 反正這個規則我剛剛講過了 如果你一下子想不清楚沒關係 回去再 反覆再去思考 如果你這個會的話 以後要抓 網頁的資料 就會很簡單 OK應該可以懂我的邏輯 這個網頁我覺得已經算是 複雜度相對比較低的 OK 那再來的話呢 就下一列 所以呢我抓到下一列之後的話 那下一列的部分的話 當然就是 我們的這一列嘛 就是開盤 漲 漲 漲跌然後百分比 所以這個的下一列 這個table的下一列 這個TR 下一個TR就這一個 可以把它展開 那再來就開盤 Innertest 開盤 然後有沒有 這個 如果要通通把它抓下來的話 那一樣 你就是 把它整列抓下來 然後把裡面的TD全部抓過來之後 一個一個塞到這邊 所以理論上這邊應該是 開盤 有沒有 然後收盤 漲跌 百分比 有沒有 以此類推 通通都把它全部跑 有沒有 那跑完之後的話就下一列啦 所以底下的話呢 也就把這些資料全部通通都OK了 然後把它全部跑完好了 那其實說真的啦 大概細節就是 就是這樣 其實說穿了也沒什麼 最後自動調轉寬 就完成 OK 可是 我發現 雖然不是很 複雜的東西啦 可是說真的在網路上面 還真的很難找到這麼簡單的程式 大部分有提供的 可能相對 一堆 你們可以Google一下 VBA用IE物件去存取的 其實有蠻多的分享 但是寫的可能沒那麼簡單 當然你可以調整沒關係 有些東西 因為我覺得暫時不需要那些程式 所以我沒加 但是需不需要加這個可能你可以自己在斟酌 OK 目前看起來好像沒有沒關係 OK 所以喔 所以這樣子應該 這個程式嘛 其實就是雲端上面有啦 所以你們其實 可以在從那個 雲端白板的 這個地方 一模一樣 我把它抓下來 上個禮拜的話 其實喔 還有 改變一個地方 不知道各位 有沒有印象 就是這個地方 叫做 把 GetElement by TakeName 改成什麼 Get 一樣Element Elements by 這個什麼 關鍵的地方 叫做 ClassName 因為你想說 就會有同學說 老師你這個Table 每次要算 算很糗 而且還要一直往下下下 如果那個 網頁如果Table 100個 那不是要按100下慢慢找嗎 對也是啦 OK 不過一個網頁有100個 表格的機會 其實不高 大概有幾十個算是多的 像這個 網頁的表格數量算多的 所以我倒覺得還好 所以下面這個方法 你不會也沒關係啦 但是會會更好 因為我們可以看到 剛剛那個 網頁裡面 還有一個訊息 什麼訊息呢 就是這個 Table 他後面有一個叫什麼 Class 有沒有 那這個Class其實也可以 當成是抓取他 這個表格的 特徵 特徵嘛 那你想說這Class有多少 所以其實 也是除了找Table之外 也可以用Class 那Class有個方法就點兩下 然後把這一串複製 然後Ctrl C Ctrl F 然後把它 貼到 它自動帶過來 OK 那你可以 去在這個網頁裡面 稍微找一下 或者是不要Class 我看這個 等於 雙以後這個不要 總共 你會發現 這個網頁裡面 總共 是這個Class的 總共會有五個 那我們要的是第幾個 我們要的是 我看這個是第1個 剛好是在第2個吧 這是第1個 第1個在上面這個上半年下半年 他剛好在第2個 所以另外一種寫法 OK這個寫法的話 我覺得你們也可以參考 如果你不用剛剛這個方法的話 這一行把它處理解掉 不用抓第幾個 你可以用這個 抓哪個 這個一樣 Class 這個大小寫其實沒差 不過我想我們還是 跟底下規則一樣 蓋成elements by什麼呢 下面是takeName 你可以把它改成className 如果 前提是要 你那個網頁有class的狀況 也有些網頁沒有class 那你就不能用這個方法 然後呢 把這個名稱叫什麼 叫這個的 把它抓取下來 不過他裡面的話 一樣會有很多個 那怎麼辦 應該後面應該有個刮斧 第幾個呢 因為總共有5個吧 那我們要第2個 應該要輸多少 編號 上面是12345 那這邊應該多少 所以你只是從多少開始 從0開始 所以應該輸多少 輸入1吧 OK 0開始 我們要是第2個 所以輸入1 應該是像OK的 我看一下 所以我這邊我來試試看 因為我 上次 我看一下 上次的程式 這邊是沒有加 有啦 這邊應該是有加1才對 所以這個程式應該是 這邊再補一個 這個如果沒有補那個 這個的話 應該會抓 抓到全部 那就會出錯 OK好 那試一下 所以要執行一下 一樣把它清空 然後用 class name來抓的話 而且是抓 總共有5個 一樣的class 那我抓第2個就好 一樣把它抓下來 把這個名稱 這個名稱要改一下 所以你就把這個名稱點兩下 把這個名稱複製一下 這個 這個才對啦 把它 再往上倒車一下 然後讓它重抓一下 抓這個 有啦 這個 這樣底下就沒問題 所以 雲端上面的這個名稱 好像要改一下 因為我好像是用之前複製過來的 如果你要用這個名稱 這樣子 這一行等於是另外一種抓的方法 你如果不用 這個 Tag name的話 你可以用class name OK好 所以請各位 試試看 其實它底下應該run 沒問題 結果一模一樣 只是說多一個方法 OK那請各位 試著把那個 就是 這一段程式 試著run run 我是把它放在那個 雲端白板裡面的 第5個單元 第5個單元 在這邊 OK 試試看 打開之後 放在第5個單元裡面的 第2頁 其實程式就是這一段